桃源源山蛋品公司被发现将变质涨区的蛋品制成黑心液蛋贩售 流向烘焙液 让液蛋安全性备受关注 卫福部食药署15号公布 今年6到7月 针对37家业者液蛋机查结果 在81件液蛋中有8件检出沙门市感菌 共开罚84万元 那这8件沙门市感菌不合格的部分 全部经过卫生局都已经采取完成 总共采取84万元 所以在这一波呢 也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说 所有被我们查出不法的部分 除了已经就是完成这个GHP的复查合得之外 对于检出不合格的部分全部完成采取 把关液蛋食用安全 农委会卫福部以及环保署进行跨部会讨论 将从上游严格管理 农委会目前正严理修法 未来如果蛋机场端让破壳蛋流入食物链 也同样要开罚 预计明年底完成修订 我们在牧场端 我们会请农民针对这个蛋的已经破掉的 而且流出来这个破壳蛋 一定要去做堆肥 不得流入食物链 这是我们在牧场端 我们会加强的要求 目前食药署的食安法中 针对食品变质腐败 已有不能进入食品链的规定 而破壳蛋因为有遭受污染的潜在危机 因此也新增列入管理 过去在我们食安法的规定里面 就是有辨尺腐败 就不能够进入食品链 那么其实以破壳蛋来讲 它就有可能遭受到维生物的污染 那么遭受到维生物的污染 就不适合作为食品加工使用 因此它在我们食安法的架构里面 它是有在管理的范围 依照食安法 食品制造业者如果收到不合格的产品 统统不得进入食品链 食药署未来也将扩大稽查 严惩为法业者 除了处以6万到2亿元罚还之外 产品也必须下架回收销毁 原始食用人是许家荣台北市采访报道